杖牙刁黑品价值连城 不过华丽背后 隐藏着一个个残杀大丈夫的真相 它是一个石头 它是一种白色的武器 如果你阻止它,它会让你去 近年富起来的中国 是全球橡牙制品最大的消费市场 而鄰近的香港就成为转口中心 有商人利用监管上的漏洞 将非法橡牙混入市场 为了揭开橡牙贸易的黑幕 我们接触过批发商 零售商,甚至参与走私橡牙的人 我们的行家就明白了,还是传的 我们的行家也计划 政府计划五年之后 全面禁止橡牙贸易 不过客户买卖又会不会禁止不折呢 我们就看 Harry 这个女孩有病,病人有病 被针出了 而他们拯救药 一身东非马赛族武士装扮的Daniel 来自非洲肯尼亚 这一天他来到香港 分享他保护大象的故事 Daniel和他的族人 曾经以拥有过百年捕猎狮子的习族 而感到自豪 不过15年前 有保育团体教育他们 改变对待动物的态度 停止猎狮 还聘请他们做专责保护大象的狐林园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真实 为了那一块钢铁来到你身上 一只猎狮子必须被杀 有保育团体统计 现时非洲还剩下40万只大象 非法盗猎奪取象牙 防不升防 每年平均有4万只大象 无辜被夺去生命 估计不够20年 非洲仗就有机会绝种 而过去半年 更加有超过740名护林园 为了保护大象而被杀害 这是一个严重的战争 是贵人们想费钱 贵人们想杀凶猎狮子和猎狮子 只为负责和赴责 如果你尝试它们就会杀凶猎狮子 大象本来用来自卫的一对长牙 大约有三分之一藏在头部 连接着脑内的神经 盗猎者要切开大象的面部 甚至将大象整个头斩下来 才可以拿到它们的象牙 一支象牙根据白牙、黄牙、血牙等等 不同色责而定价 可以在香港卖到最多80万港元 不过内地就可以叫价高达五百万 只要有市场 那些人应该供应该产品 他们卖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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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卖了产品 他们卖了产品 1975年 港英政府签订贫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后来将非洲象 这位品牙物种 在1989年 公约组织宣布禁止国际象牙贸易的时候 香港亦都跟随 在一年宽限期之后的1990年 正式生效 限制和规管象牙买卖 本地监管主要分为两项 在1975年 签署公约前 已经在大象身上取得的象牙 行内叫做公约前象牙 这类可以自由买卖 经云户处批准后 甚至可以尽出口 另一类是1975年后 到1989年国际金贸前的象牙 这类虽然可以在本港买卖 不过就禁止出口 行内叫做金贸前象牙 这两种分类由90年代原用到现在 负责监管的漁户处亦承认 根本很难分辨 象牙就这样看 这个样子好像很旧 是不是这个公约前的呢 就这样看不到 如果真的要分辨年份的话 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方法 例如放射性的碳素断代法 才能做到 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分辨不到的 两类象牙的监管方法 亦有所不同 金贸前象牙 政府在1990年 限制象牙买卖法例生效之前 要商人主动申报存货 而当年记录有670吨 政府目标是卖原積纸 不过到了2016年 业界申报还剩75吨 即是说经过26年 金贸前象牙仍然无法自然淘汰 我们以商人身份接触象牙批发商 这位批发商是行内三百八十几个 合法象牙持牌人之一 他说金贸前象牙的监管 以前都是靠业界主动申报 政府很小核心 他又跟我们说 近年与户处委员之象牙 和大件工艺品 加上雷射标签 加强监管 不过业内 有办法混入无标签货品 我一十个记录就要聊这张牙 但是猪永远可以做 猪手牙 你不够那重量 我卖原来侵卖原来侵卖原来侵卖 他购给人呢 相对禁贸前象牙 鱼户处对公约前象牙的监管就更加宽松 入口箱只要出事欧洲公约组织发出的证书 经与户处核实后 就可以在本港自由买卖 经批准后 甚至可以出口 这些货就是这位批发商 这几年来在欧洲入口的象牙 姓称全部都有公约组织发出的证书 合法入口 我们问他究竟所谓公约前象牙 是不是真的1975年前取得的象牙 他就说肉眼根本分辨不了 加上不少由非洲走私到欧洲的象牙 在欧洲申请将证书之后 就可以合法出口到香港 愚户处登记显示 公约前象牙的交易一直不多 自九十年代开始 有登记的入口不超过十四吨 当中有十一吨已经转口到中国 或者其他地方 即是本港还有大约三吨的存货 不过如户处表示留意到 自2006年开始 公约前象牙的交易有增加的趋势 朱镇邦是象牙工艺店的第三代传人 金贸前和公约前的两款象牙 他店铺也有得卖 他说十年前开始有批发商接触他 说来自欧洲的公约前象牙 比金贸前象牙平四成 而且在本地市场的销售 只要入口商有证书证明 就没有什么限制 他于是开始入货 我这一刀是买了275公斤的货 那个入口商还说你买吧 不会看的 就是鱼龙署来到这里查牌 只是查我90年前的证 但是公约前象欧洲那些证是不会查的 他说不是他监管的 他不会理的 朱镇邦说每种金贸前象牙买卖 都需要向渔户处申报交易记录 不过公约前象牙就无需申报 加上货源不拙 令他近年都集中售卖公约前象牙 我们自己开店 有时那样卖完你都要补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些欧洲象牙入口的 庙来卖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有问过鱼龙署 他说这些公约前象是合法的 你可以买的 我说需要买数吗 他说不用 如果你本地买卖 你自己卖了就行了 我们当然放心 渔户处接受我们访问时亦承认 过去这么多年 在监管上一直存在漏洞 会否有些不法的商人 他们是运一些合法的象牙 拌在一些非法象牙里面 导致有些现在的大象被叠杀 这是一个漏洞 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方向 也就是禁止这些市场 香港规管和执行象牙买卖的条例 当年来被本地和国际环保组织批评 过于宽松 纵容商人利用合法的贸易作为掩护 进行非法的象牙走私活动 甚至再从香港走私出口到内地 我们用内地买家身份 去到本港出售象牙的店铺 店员跟我们说 他们的店铺只是买一些 不可以出口的金贸钱象牙 不过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大过关 你不用准备海关支就可以了 那球就是这么大一个 那两脚就可以拆开的 拆开它 回来才装起零螺丝 装起它 十年前有中国人 中国人很多钱 他们很喜欢象牙 他们有天派去返书过去 我們再去到另一間店鋪 這裡專門做批發的生意 老闆說內地今年初 開始禁止象牙買賣和進出口 香港亦會在五年後全面禁謀 不過他們有辦法繼續賣 老闆說過往可以幫內地客人 批紋進口一條龍地送回內地 不過內地禁止入口象牙之後 現在只是負責香港銷售 客人要自己想辦法運回內地 不過他亦聲稱自己也有門路 現在還有五號還有五號 還有五號 上去是你也有 你三星五號 我就現在就開門去 你開門 他問我一切都給你 你付的錢 他幫你弄好了 他在那邊 你電話給他 你就看幾號在哪裡呢 我們之後跟老闆去到將軍澳見他的朋友 老闆的朋友說可以幫我們戴象牙過關 聲稱十幾年來幫人帶貨回內地 從來沒有失手 不過條件是要我們跟他買一些象牙 加上原本的貨一起運回內地 運費五百元一公斤 有時候我連貨都繃你手臂的運回內地 你慢慢來一步一步來 你做開門有力做的 你要先拿的是馬來貨之後 我們要不及到馬來 對不對 有時候我連貨都繃你手臂的運回內地 那時候你買了貨去洗手 我們去發貨去行用 我雖然也會有所顧慮 因為有甚麼把握 有些人說我還算是可以的 可以… 但我沒有問題,我都會… 不知道怎樣 海關也提供了很多旅客 他特製了一些背心 裡面有很多個小袋子 裝了這些一件的象牙切片 裝了全身都是 他用這些馬來搬家 逐少逐少每一個人 可能帶十多公斤 這些象牙牌子 就去其他地方 獨立調查記者Alex 是環保團體的顧問 一直關注國際象牙走私的問題 他說過往雙人 直接在非洲走私象牙回內地 不過近年內地海關 抽查來自非洲的貨物比以往嚴格 加上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令象牙人選擇經由周邊規管 相對較寬鬆的港口轉運 香港就是其中一個地區 你能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藝人疾病 從倫巴布尼 他們都去延拜 然後都到香港 所以我們認為 有必須有私人疾病 現時本港走私象牙 最高罰款500萬 和監禁兩年 海關自從90年以來 一共檢獲超過40公噸走私象牙 成功起訴300多宗個案 不過判罪 一般只是罰款2萬至6萬元不等 和監禁最長10個月 相對一支象牙 價值80萬至100萬的金額 可以說毫無阻嚇力 香港是有很低的罰款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會被捕捉到腿上 只是很小的罰款 或很短的罰款 所以他們使用香港 作為拘捕 過去幾年 Alex和調查員 方蛇接觸過本地象牙批發商 發現他們以洗黑錢手法 去洗黑象牙的情況很嚴重 部份商人利用政府監管的漏洞 將非法象牙 混入監管寬鬆的公約前象牙 透龍轉鳳流出市面 甚至轉口或走私回到內地 一些不正確的 非法定位置 會混合那些藥 和新的藥 藥藥 進去同一塊 然後 被控制政府 而是 唯一的條例子 是完全禁止 罰款 旋尤 separ Node 人需要完全随這些藥 魄交信 要不及非法及序 去年政府向立法會 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計劃禁止公約前象牙出入口 並建議到2021年12月31日 全面淘汰本地象牙的貿易 引起業界不滿 今天其實很多是相關行業業界 由零售到很多師傅 希望政府給我們業界一個特惠補償 政府宣布五年後你不要賣了 放回家欣賞、送贈、收藏 我們投入資金下去 那你叫我們怎樣 那些象牙變成廢紙 所以我覺得不公平 全世界現在很多地方 都是禁貿象牙 國際慣例都是沒有賠償的 現在我們作出這個淘汰計劃 已經有五年,歡壇期 讓有關象牙商人 作出業務的轉型 或者如何處理它的存貨 我們覺得這是合理的 這個本身的狀態 現在是在香港的狀態 然後是在牙獾上的動物 好,你會不會有四個便宜 當然有四個便宜 在本身的狀態 你會不會再把狀態 你會不會再到處理 你會不會再到處理 就不會再到處理 你會不會再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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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以歷史評判 如果你賣草莓 你會推廣殺人物和人物 殺人物、殺人物 殺人物,殺人物 Daniel希望透過世界各地 全面落實禁止象牙貿易 為非洲象面臨絕種的命運 帶來轉機 我去家被關注 我走他的牙牙 待續有 Jed、在派遭,運行 戰力是純正的 戰場是完整的 戰場是一樣的 戰場是在 하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